第四天,病了第四天 其實就沒有燒,體力也回復了 但是昨天開始也開始咳了 有痰會咳,有痰就會咳 清了一點就會好一點 或者說說說說話就會咳 又回到氣管的問題 然後突然會彈上頸,又會咳 這個步驟是我覺得我很多年前的病 或者間歇性地可能有傷風感冒病 這些咳是我最難清理,最難搞的 有時候咳,你不知道咳多久 咳兩三天,五天,十天,二十天,一個月兩個月 最長時間試過咳兩三個月 我現在就試試不吃藥,還有吃清一點 看看會不會有幫助 避水可能是準備來的 它有一個步驟來的,不是一次過來的 總之,沒有我年初那次那麼嚴重 年初那次是差不多一次過來的 所以你是發著消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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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不了 當然昨晚也不是睡得很好,因為昨晚也是 但又不是說很嚴重 也不是說一個鐘頭咳幾百次 但也會有咳,四、五次這樣 昨晚也睡了一覺,但也知道自己睡醒醒 希望未來的兩天就會更好,舒服一點 但我感覺上,如果吃清了,盡量不要放這麼重的味 可能辣東西,芥辣的確是有幫助的 未來的大方向應該不會改 盡量辣東西就不要接觸 不要接觸 就是這樣,芥辣 因為自己可能不太吃得刺激的東西 其次,講一下世界大事 兩宗 一宗就是海特患癌 海特患癌 之前也有人傳的 那宗應該傳一下也是真的 有人傳說海特 說得很仔細 之前說他患什麼癌都說得到 當然,王室就沒有公佈他患什麼癌 海特自己拍了一段影片 很感謝各界的關心 他去年年初做腹部手術的時候 不知道自己有癌 做完之後拿一些組織去化驗 應該是跟長度有關的 那些癌症 化驗是有的 當然他自己也沒有說是什麼癌症 哪一隻 但自己感覺到是什麼 現在正在做一個早期的化癌 這些癌是很早期的 不是大件事 不過王室也很重視 因為Charles也有癌 然後Kate也有癌症 我覺得癌症很奇怪 海特就42歲 42歲 又不是說年紀很大 中年人時 但是現在的COVID 我覺得現在的COVID 也是一個考慮的因素 他好像有癌症 這些癌細胞 好像活躍了 我覺得 好像你會說 海特這樣也有 不過幸好在早期 早期應該不是太大問題 現在科技會很昌明 只需要也是那些 做化療之後 還要自己 盡量做一些自己 開心快樂 不要太忙 其實很多事情 他就會不約而遇 他自己會好 有一些會好 有些會不會變 甚至是沒有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海特這件事 應該 我們整個英國都很關注 應該不是很大件事 相對地沒有那麼大件事 不過你覺得很奇怪 王室有兩件事 突然突然爆出 流連不利 英女王 走了之後 菲利王 先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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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到他 你覺得自然連生 王室也是有一個問題 健康上的問題 其實王室 也象徵我們英國的國運 我們當然是希望他身體健康 例如英女王 九十幾歲 這九十幾年 英國也是經歷過很多大風浪 但依然是迎人而解 人有靈性 可能王室已經感應到 未來有些事會發生在英國 可能商界也會有病 而我不知是否共識性 可能我身體也感覺到 英國可能未來有個大挑戰 或者王室的問題 自己也有一點點病 我現在還說到兩句話 但是長時間 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的直播 我應該做不到 又要剪 又要剪 又要鼻水 什麼都來齊 盡量每天都做少少影片 短片和大家聊聊 那麽 那麽 凱特這件事就是這樣 另外 有一單就是 俄羅斯那單比較大 俄羅斯就 很多關鍵字不太能出 因為YouTube又黃 總之俄羅斯出了事 俄羅斯 大家自己看 俄羅斯 一個音樂廳出了事 很像天文的電影劇情 連那個組織是什麽都知道 大家看看 俄羅斯的反對派領袖 俄羅斯出事 其實都是有共識性 不是說完全沒有先兆 首先 早期他們說的反對領袖 就是反對派領袖 立馬以來就離開了 和這單沒有什麼關係 不過 你會感覺到俄羅斯的運勢 會變得更差 又有那單又有這單 通常就是 我們的古語有雲 腹無重之 禍不單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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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一個船窩 越捲越多 人生很有趣 腹無重之 禍不單恨 我覺得 這樣形容今年的俄羅斯 就比較貼詞 腹無重之禍不單恨 都是一結不幸事件 也不希望有什麼人再有事 那些是平民 因為那些不是軍人 所以 有些人都預測 俄羅斯今年會有很多大事發生 現在才有一單 已經兩單 香港就沒什麼特別 香港就有23條 應該行憲就生效 生效 市面平靜 也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我們英國也是平靜 其實那件事都不是很嚴重 其實那件事 所以現在世界各地 我覺得好像在醞釀一些大新聞 因為你看回2024年 都到了第三個月 第四個月 你說是不是有些影響世界的新聞 就沒有的 就算剛才幾單都不算 未來會不會有一單兩單 影響全世界 我稱之為大事件 其他那些都是很小事 都是個個別地區 或者都是能夠解決到的 基本上 這裡也多說一些 例如 假設香港人 未來 都有移民的心態 我可以說一些 我突然想起 既然那麼多人 想找一些股民去問 我也想起 可以做簡單的經驗分享 即是我 來之前要準備些什麼 除了心態之外 實質的事情 首先你要 申請BNO Visa 最好簡單的 都不用怎樣做 上網搜尋 GOV.UK GOV.UK 基本上 來到英國 你偶爾都要搜尋 有什麼不明白 政府的東西 TES 全部在GOV.UK 找的 所以來英國 你最好就懂些電腦 如果你說是年輕人 這個就不用擔心 你全部都可以在網絡上 在網絡上找到一些 資訊 幫到你 去怎樣移民 然後 未來之前 就先做BNO BNO BNO 很快 我那時候 兩三個月 都 兩個星期都批了 我不知道現在 會不會這麼快 因為現在 我想會再快一點 因為那時候 我們多人來 現在少人來 差不多這個時間 審批很快 接著 交Visa 你上網申請 你上網申請的時候 也會付 接著 就去 北角那邊 那邊 有移民中心 大屬英國的移民中心 幫你處理證件 你會不會走 接著 你就要 收到BNO的信息之後 就說 你會有五年期 由今年起 開始 有五年期的 Visa 你就要三個月 去出發 有些人也會 鍵住這個位置 這麼快 對呀 很快 所以你申请过后就要决定是真的要离开 所以你未申请之前最好搞定资金的来源 有什么家当要带或者变卖 有什么道别饭 然后是买机票 定日子来 当然你来之前我说过 你会计划计要如何住 先解决住的问题 因为住是十分重要 即是 即是你来到不去睡街 即是住 即是那个方向是怎样 即是不要来到先 鸡手鸭脚 我不知住在哪里 我随便找个地方 即是这样 我来到这间酒店 酒店要顶多少天 要自己顶 视乎自己的能力 你说我不是很多资金 不是很多资金 你移民之前也要想一想 是不是要 要付很多钱才过来移民 因为你没有钱 这里真的只有万万不能 因为我们香港的移民 我觉得是会相对少了 多人问而已 有多少个真心过来 我也不清楚 但是你记住 全世界的移民 其他地方都很艰难 都准备冲过来英国 对吧 所以你 不是一个 你不是单纯 英国你住了 我来到那个时候 刚刚才就是 COVID 解封 差不多解封 那时候 酒店生意很差 所以 租金都便宜 租酒店都便宜 住酒店都便宜 现在我不知是否昂贵了 是不是 这个你的budget 又要预 预讯了之后 你预讯了 你一开始 你怎会找到工作 这么快 你怎样都要搞定住的地方 你先踏好天地 虽然 你来到才知道 你自己喜欢哪一区 哪一区哪个地方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帖子 曼城也不是一个 太差的选择 一个不错的选择 当你没什么idea 先选曼城下脚 因为曼城的东西很齐 起码机场到处 你不用走来走去 又没有伦敦那么贵 中部城市 上天下海都可以 你去北边 南边 中部 全部都可以 去认识英国 你这里 在曼城都很容易 那 我也不会想其他 除非你的钱很紛 所以才去一些 再远一点的地方 利物浦 甚至是北上 甚至你认识人 你都知道那个地方 是 知道怎么玩 如果你是新手 完全对英国没有熟悉感 的话 我认识满城是挺好的 我觉得 他又不是大 又不像伦敦那样大 那个钱又不是 租酒店来算 你在伦敦 你租酒店有贵一点 很多东西要付税 我不排除 伦敦是找工作容易一点 我不排除 因为它是大都会 两个人 就是两个人 伦敦如果是有认识人的 有亲戚照着的 伦敦可能会有个不错的发展 等等 所以很多人选择伦敦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 这样的看法 有一个 准备 尤其是那些强积金 那些东西 最好 也不许是强积金 才能够进行 才能够进行 我们的 都不知道能够进行 你确保能够进行 如果能够进行强积金 你确保能够进行强积金 你确保能够进行强积金 然后再进行强积金 然后再进行强积金 因为新型强积金 你会立即进行强积金 你没有时间 那些强积金 当然你过来 你可以回去再继续 慢慢继续 当然你过来 你可以一年 可能一两次回到香港 还可以 购买机票 然后再进行强积金 买机票 回去 落也融融 这样 都会有一种这样的玩法 所以 都挺选择的 所以其实 英国是多 我觉得 是给一条 生路给香港人走 你是多一个人生的多一个选项 选择 而不是只有香港 这种生活形态 其实都挺好的 你起码真的减轻了香港人很多压力 有些人想找个好点的地方 住 英国也不差 英国有些事情不好 例如天气 例如我今天 半天下雨 有两个小时不下雨 那两个小时是否 你可以做些什么 不下雨 是吧 出街游 什么都不是 那种感觉 大概分享了 这么多 多谢收看